汪剑 男 三十一岁 江苏人 高中学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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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是 不是 我这人就慢性格 就这样 是吧 慢性格 吓我一跳啊 保健风从模拟出 三十年模一见 我叫汪剑 我是个超级互联网创新天才 我曾在2009年就预言了滴滴打车 与以图收图 我之前在新浪还入围过红辣交奖 现在我手里有九个互联网项目 我认为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社会是最好的大学 我叫汪剑 今天准备亮剑 谢谢大家 不给我 不握手 亮剑是吧 不见血吧 不见血 只是我们理论上的一些接触 哎呦呦 笑了 你看刚才还一副忧郁王子的样子 我还真担心你有什么事呢 没事没事 就是这么样 你的这个简历填得很不慎重啊 工作经历就写了五个字 打工加创业 对 为什么 为什么不写完 我可以说一说吗 你可以说一说 如果所有的选手都跟你一样 说我不写我可以说一说吗 那这个求职还像什么样的 对 你说的是 所以承认自己错误了吧 对 那说说吧 你的过往到干嘛了 就打工嘛 打工自己创业 哪些工作嘛 所有打工都做过 就是北京那些 啥整啊 散活 那咱们就说说创业吧 你创了什么业 创业有多的时候 在网上卖东西 在干用中介什么东西 咱有没有什么创业经历 或打工经历当中 值得说的 你认为能展现你能力的 你本事的 行吧 你也不愿意说 那我聊了 你现在住哪 住北六环 住在一个什么样的房子里 三百 三百平米 三百块 多少平米啊 大概二十平米 那你现在的生活的花费 是来自于哪呢 打散工 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 三千 三千 够用吗 够 够用 找女朋友了吗 没有 所以就目前为止 无论是工作 生活还是情感 你现在处于一个 归零的状态 可以这么说 红辣椒奖 是凭给什么人的 创意 我不仅这个 在这个 从文字不刻的那 那你说 说一个创意 我们听一下 看看你的想法 到底有多好 我的项目 在那边 拿来拿来 这个里面写的是什么呢 互联网的一些 创新的一些项目 哥们你站不直吗 对对 你手能放下来吗 你搞得跟审查 我们一样干什么 那你有点尊重 行不行 我很认真看了 那个汪剑的这个资料 就你基本上是把 目前市面上有的 一些盈利模式 根本他们上的盈利模式 有了一些现象 你认为你用你的方式 搜集了一些信息 然后你把这些信息 进去整理 然后再输出 我觉得你浪费这么精力 去空想这些东西 的意义在哪里呢 不是空想 我在网上随便发一个方案 这几千号人发钱 他们是认为这东西 有价值 那你有价值 那你有没有想过 把这些想法 通过什么样的这个途径 能够可以落地呢 所以说我 就通过这个舞台 暂时我的方案 有没有发过去的方案 之类的东西 引爆的什么之类的 类似的案例呢 没有人投资我 没有人找我 这样你拿一个 你自己觉得 可能是最完整的 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 就捡便宜那个项目 比较有意思嘛 怎么捡的呢 比如说 今天有个张杰友 延长了门票 前两天没抢到 这一千块钱 然后今天要 马上又开播了 突然有个人 在网上发了信息 转手来 他还去不了呢 五百块转手 我立马通过 通过我们的平台 立马可以 找到这个门票 我没听懂 就是有人要票 有人有票 你提供一个平台 让要票的和有票的 进行对接 那你这个平台 为什么能同时 找到这两个人 他能力足的点在哪 就像拼多路一样 他以这个非常便宜 就超便宜这种模式 震撼这个社会 我这个呢 以跳楼架这种模式 为核心震撼社会 但是我就是爱舍的 他利用人在占便宜这个心态 去设计了完整的 这个商业链条 我认为这是不善良的 我也不认为 建立在这样上面 取得的这个短期经济效益 是可以被持续的 这个发展的 咱们问问汪剑 这个 你的梦想是什么 就是把自己所能贡献于社会 你的这些能力 曾经贡献给社会 有没有过回应 我不说乱 以图收图 当时就把这个项目 组成方案 给了相关公司的老总 其中包括搜狐 但是结果是石沉大海 赫兰 我发现搜狐的设格地图中 出现了一个功能点 跟我的弟弟打车中的项目的 一个功能点是非常类似的 你说这个东西是从哪儿出来的 你是说搜狗地图的创意 是从你这儿出来的 我说它里面一个功能点 叫沿道路测局 这功能点突然冒出来 你说你问他到底 那他是从哪儿来的 你说给我们听吧 这都这个东西 你说 你没事吧 你在我们这儿 我们可以听你说吗 我说很大概率 你是提给了搜狗的谁 我给了公司的前台 我以为你是给老总呢 或者他CTO呢 我来问一下 那个万健 你说你是个天才 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天才 同时也有一些委屈的天才 你怎么定义天才 让自己落荒于北京六环之外 住着十几平板米的房子 到现在还找不着出口 而且你运用的是互联网 天才的要素是什么 互联网创新方面 好 互联网创新 第二 这对社会的需求的把控 第三 整个理性的逻辑 逻辑 你玩互联网的话 对不对 对 我因为之前写博客 写博客 我不知道这个社会需要什么 你如何用互联网 这一块天才的 找过谁 从一般人都接触不到 就是从互联网都接触不到 我拿我的案例 在我不是做企业的时候 我通过微博 找到了中国好几个著名投资人 而且投到我 把钱给得我了 那时候我还是真正的一个草根中的草根 你用好互联网工具了吗 再讲你说你曾经预测了某某事情要发生 是几年前就预测到了 我也预测过 在2011年7月份出版的那本书里面预测了抖音要来 但我为什么因为说自己是个天才 而且我那本书还在 还能找到证据 你这种天才是没有证据的 你听我说 那个方案是操作性机强的 不是说在天马行空的 它就可以落地接地 我交给投资人的方案也是操作性机强的 投资人看完我的方案 要多少钱 我叫我要500万 给我了 我那个方案是当下就可以操作 不是说要多少年 我那个方案也是当下就要操作 我的方案 万卖无缺 可以做到无懈可击 没问题 逻辑 逻辑自从 但是需要一个贵人的相助 就这么简单 现在最关键的一点是 咱们这个平台不招天才 我们要招可用之才 对吧 那么你刚才说 你的特点是创意 那你今天面试的岗位名称叫什么 互联网产品经理 好 那说你以前做过产品经理吗 没有 那你接受 那你接受产品经理 助理的这种出击岗位吗 接受 你要求薪资多少 给人家三千块就够吧 说正经一点 到底多少 跟你说话 好像三千块最低 对吧 那就三千块吧 第一轮选择去过 我觉得是这样的 在这个时代不缺梦想家 真的 缺少像我们在做 十五位企业的实干家 因为做梦很容易 你只要睡个觉就可以做梦 但是实干很难 你把你所有的想法 挑一个你认为最好的 你投钱 自己投钱 去试一试 试成功了 你才有资格说 我是个天才 汪汪剑 我想说两句话 第一呢 我不否认你是天才 但是天才都是别人叫出来的 没有一个人说是我是天才 变成天才的 第二件事 如果你是天才 你可以从非常小的事情 一步一步证明自己 还说什么呢 你看看 我觉得我不是为他说的 我觉得没必要说了 我真的 以往呢 每次出现这样的选手 我们都要给出自己的意见 其实很多道理 他都懂 我们只需要送汪剑五个字 你快乐就好 对了 好不好 对 谢谢你 再见 好